大家好,我是何舒适,这里是舒适说电影 本期我们继续分享朋友游戏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的剧情 前两期说到,五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个背叛者 导致他们莫名其妙欠下两千万元,并被迫参加一个叫朋友游戏的真人秀 只有成功地喘过三关游戏,他们才能清除这笔债务 可就在第二关游戏的时候,机智的男主设局引出了背叛者眼镜哥 但眼镜哥却说,自己是因为喜欢男主,才出此下策,想破坏男主跟其他三人的友情 最后,只有眼镜哥和男主两人进入了最后一关游戏 来到第三关后,眼镜哥告诉男主,正是他第二次参加朋友游戏了 而喜欢男主一事是瞎扯的 事实上,眼镜哥要报复的目标的确是斑花 三年前,眼镜哥和两位好友一起创业 可两位好友却被斑花的美色迷惑 他们不仅亏空公款,还借钱来供养斑花 过后,好友为了还债,就报名了朋友游戏 在游戏中,他们背叛了眼镜哥 让他一人承担了所有债务 眼镜哥的父亲知道这事后,就去找斑花对质 可父亲最后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斑花门口 所以眼镜哥认定,斑花是杀父仇人 至于眼镜哥为什么要选择跟男主一起进入决赛 是因为男主在第二关结束前发誓 他会亲手毁掉这个骇人的朋友游戏 这也是眼镜哥的心愿 所以才会选择继续参加 说完,两人就看到了另一只进入决赛圈的K队 K队由五名篮球队员组成 他们同样经历了比先游戏和坏化双六的洗礼 但这五个人十分信任自己的队友 所以没被游戏运营方的套路诱惑到 五人齐刷刷地杀进了决赛圈 在接下来的终极游戏中 K队将与男主和眼镜哥的C队一决胜负 最后一轮的游戏 友情躲猫猫 两支队伍各选一名队员躲进树林中 剩下的队员全为寻找者 最先找到对方的躲藏者及胜利 在游戏中 只要不怕被对方跟踪到藏身之处 队员可以随时给自己队的躲藏者送食物 同时所有人手中都有一部可以自由联系的手机 寻找者在游戏中还有一次倒戈的机会 他能申请投敌叛变 加入到对方的队伍 而躲藏者则拥有弃权的特权 当他无法忍受躲藏带来的恐惧 甚至对队友失去耐心时 就可以选择投降认输 接下来是游戏禁忌 躲藏者一旦选定了位置 就不能再次移动 直到分出胜负 其次 在游戏中 双方均不能对对方使用暴力 如有触犯 违规者所在的队伍被视为失败 就在游戏开始前 游戏方还找了个理由 让游戏运营马尾辩也加入到了C队 接着 游戏正式开始 K队队长和C队眼镜哥作为躲藏者 男主和眼镜哥在寻找藏身处前 留了个心眼 他要马尾辩待在原地不动 并交出手机和身份牌 以防他是内奸 当找到藏身地后 眼镜哥问男主 是不是真的愿意跟他一起并肩作战 男主回答眼镜哥 朋友就是一种信任 只要眼镜哥不弃权 他便会不惜一切代价 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K队这边就分工明确 他们四人中的两个 负责给队长送食物 剩余的两人就死盯着男主和马尾辩 然而第一天 男主只管吃喝睡 其他一概不理 第二天 他还是继续修养生息 没有要找人的意思 第三天 男主竟提出导戈加入K队 于是 K队的蘑菇头打电话请示队长 但队长怀疑男主的动机 就拒绝掉 事实上 投敌叛变是男主用来试探对方的计划之一 男主知道 K队队员间的默契度和信任度都十分高 所以C队要取胜 只能智取 他想从K队中找一个最薄弱的突破口 另一边 眼镜哥在山洞里滴水未尽 污毒和饥饿 已经慢慢地消磨他的意志 就在第三天的中午 男主开始行动 想给眼镜哥送食物 为了甩开K队的跟踪 他竟把马尾便推下山 引K队的小黄去英雄救美 但到了最后 男主的计划还是失败了 回来后 他就把气撒在了马尾便身上 小黄看到男主如此冷酷无情 不懂怜香惜玉 就申请加入C队 这样他便能保护马尾便 男主立刻同意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接着他把小黄绑起来 逼他说出队长的藏身之处 可小黄却说 K队只有蘑菇头才知道队长的位置 这时男主意识到 原来真正控制K队的不是队长 而是蘑菇头 蘑菇头也承认了这事 同时他还告诉男主 小黄就是他埋在男主身边的一颗炸弹 原来 蘑菇头也想到利用禁止暴力这条规则 他默许小黄投靠C队 再让C队的小黄对K队使用暴力 所以现在男主得时刻盯紧小黄 另一边 眼镜哥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 他又渴又饿 还担心自己被人抛弃 就想放弃比赛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不想再一次背叛朋友 第四天 马尾便告诉男主 现在只有他才有机会出去送食物 男主迫于压力 输出了眼镜哥的藏身之处 可得到正确位置后的马尾便 也选择了投靠K队 所以蘑菇头轻而易举地锁定了最终胜利 并带领K队所有人来到山洞 找出了眼镜哥 而游戏也在这时候正式宣布结束 回到集中营地后 主持人宣布了游戏结果 可让蘑菇头没想到的是 最终获胜的竟是C队 原来男主早就设了局中局 他发现K队的最佳突破口是小黄和队长 这两人的关系比较微妙 有着不少的羁绊 小黄曾是混混 可队长不仅没有嫌弃他 还给他机会加入校队 小黄也很感恩 当他知道队长有个夺冠梦后 就拼命地练球 想要报答队长 帮队长圆梦 这些队长也都记在心上 所以当K队的人都去找眼镜哥时 男主拨通了队长电话 告诉他 除非弃权 不然他会把小黄折磨到死为止 最终队长扛不住这份压力 就选择了投降 但事实上 男主并没有真的折磨小黄 就在K队打算接受败局离开时 男主抓住了马尾辫 原来他一早就看过马尾辫的胸牌 上面显示负债零元 所以他堆断出马尾辫是游戏运营方的人 接着 男主 眼镜哥和蘑菇头 一起杀到了游戏控制中心 他们想要删除资料 清空所有人的负债 并彻底地毁掉游戏 就在这时 游戏运营小胡子 说出了男主一个大秘密 还记得在第二关游戏时 男主坦诚自己杀过三个人 原来 男主小的时候 父母为钱就把他卖给了另一个男人 但这个男人也只把他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后来 男主不堪折磨 便选择了反击 他不仅杀了这个男人 就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没有放过 从那之后 男主的一生就被改变 在他眼中 只有钱才是一切 过后 男主又被养母收养 这个养母对他很好 但好景不长 养母也得了重病 可男主为钱竟选择了放弃治疗 看着养母活活地病死 自从失去了养母后 男主才明白 钱有多邪恶 但他已经无法挽回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眼镜哥听完后 并没有被动摇 他还是愿意相信男主 因为朋友就是一种信任 过后 两人回到学校 可他们不在的这几天 外面也发生了很多事 黄毛的父亲因为受贿被抓 而黄毛也堵在家里没来上学 斑花更奇怪 他竟遇到了之前曾经陷害眼镜哥的好友 而那之后 斑花也失踪了 于是 男主他们三人来到了黄毛家 就在聊天的过程中 男主察觉 黄毛跟朋友游戏的关系不一般 原来 黄毛是朋友游戏的在线观看会员 同时 男主还发现 斑花被囚禁在黄毛家 那天 斑花在路上偶遇了之前背叛过眼镜哥的好友 在那人口中 斑花知道了 眼镜哥第一次去参加朋友游戏仪式 就是黄毛指示他们去报名的 很早前 黄毛就喜欢上斑花 所以 为了打垮情敌眼镜哥 黄毛就想到了利用朋友游戏 还让眼镜哥误解斑花 至于眼镜哥父亲的死 也是因为他父亲查到了太多关于朋友游戏的内幕 才被游戏的运营方杀害 到这里 眼镜哥才解开了心结 知道自己误会斑花 至于黄毛 事情败落后 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原谅他 这时 男主提出 和黄毛再玩一局朋友游戏 猜拳 只要黄毛赢或平局 他们都会选择原谅 不仅如此 因为男主的手受伤 所以 他只能出剪刀或不 这样 黄毛只要出剪刀 就是稳赢的 可最后 黄毛输了 因为他还是信不过男主 经历了这些后 黄毛才彻底明白了朋友间信任的真谛 也是这时候 朋友游戏运营方 想带黄毛去玩进阶版的朋友游戏 原来 黄毛爸欠下了五亿元的债务 现在 他们要黄毛负债子还 这进阶版可是地狱级的难度 基本都是有去无回 马尾便让黄毛开口 哀求男主他们帮忙 但黄毛拒绝了 他不想再连累朋友 就在临走前 男主还是开口要求 一起参加游戏 因为在他看来 虽然黄毛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 可他还是愿意把黄毛当成朋友 其他三人也认同了男主的想法 他们五人将继续携手前进 一起赴汤蹈火 去闯这场地狱级的朋友游戏 好了 朋友游戏到这里就全部完结 喜欢舒适的 可以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